大家好,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左宗棠的來歷 左宗棠是清朝人,他從小家境窮困 靠著自己努力讀書才能完成學業 二十歲就考試中級 後來關越做越大 那個時候我國西北各省不出產茶葉 所以茶葉都是由東南各省運去的 而東南各省的馬匹比較少 所以要由出產馬的西北各省運去 為了聯絡不方便 朝廷就在位於中間的甘肅省蘭州市 成立一個茶葉和馬匹交換機構 並且特別設了一個茶馬屎的關去管理 這個關的職務非常重要 通常都是由俠竿總督兼任的 所以一個人可以領到兩份興奉 左宗棠做俠竿總督的時候 也兼了茶馬屎的工作 一直做了十年 平常過日子 他用俠竿總督的興奉 那就足夠了 至於茶馬屎的興奉 他也照樣收下 不過領到之後 他將把它收起來 存到庫裡一點點不花用 等到左宗棠要退休的時候 他命人打開倉庫 把銀子全部取出來 數一數 居然有三十萬兩 左宗棠把這些錢 全部交給下一任的總督 他說 我已經有一份薪水 這些錢用不著 現在西北各市剛剛開始建設 需要經費 剛好可以利用這筆錢 後來橫跨黃河兩岸的南州鐵橋 就是用這筆錢修建的 大家為了紀念左宗棠 就把南州鐵橋叫做左宮橋 小朋友 左宗棠的清廉與無私的付出 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哦 今天故事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